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 落差太大 彰化线路港景分局秀水分住所 全新厅设日前启用 景陵秀水所的秀水公园 以往则是治安死角 加上大多数设施老旧 乡情期待秀水公园也能脱胎换骨 秀水乡长梁瞻响表示 以争取到应建属750万元经费来改善 希望能成为共荣室公园 提供老少都能使用 秀水公园所在地位公墓更新用地 虽然地处秀水乡的中心点 但因为是治安死角 使得居民都心生怕怕 不少民众都表示 秀水公园看起来什么都有 从篮球架到攀爬架 从溜滑梯到可以按摩脚底的碎石子不到 但根本欠缺整体规划 比社区公园还不如 希望能改头换面 梁瞻响强调 秀水公园已有20年的历史 树木浮书 因为公园就在秀水乡离幼儿园附近 所在地点又在秀水中心点 是秀水市区难得的绿地 确实有必要改善 它已争取到应建属750万元经费 希望能够朝着增加 各年龄层都能使用的共荣室游戏器材 让秀水公园成为市区居民的好去处 也能增加成为秀水乡 又活动空间